這裏真是好美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追蹤我的IG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我繼續有動力拍片給大家看 現在我們在打敵 飛敵去哪裏呢 就是去Shibuya Sky 原本我們約了3.40分的時間 但是現在看我的鐘已經是3點半 還有最後10分鐘 我們待會帶大家看看 究竟這個Shibuya Sky有多美麗 出發之前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一個在涉谷的最新地標 Shibuya Sky 19年11月開幕的Shibuya Sky 是位於涉谷Scrabble Square大樓的頂層 其實開幕之後 已經立即成為涉谷最高 日本最闊的露天展望台 我們可以在47層360度感無死角 看勻東京晴空塔 東京鐵塔 涉谷十字路口等的景色 天氣好的時候 甚至乎可以見到富士山 去的方法超簡單 我們可以主要搭乘JR的山手線 東京地鐵的副刀心線 搬撞門線和銀座線 然後在涉谷站下車 下車之後 或者是Shibuya Sky的官網購買 他們三個網站的價錢 其實都是一模一樣 2200日圓一個人 但要留意的是 官網購買的話 就一定要用信用卡 然後我們就從14樓搭升降機 直飛45樓 電梯裡面有一個超大的LED螢幕 是非常有科技感的 就好像時空穿梭的感覺 大家可以慢慢欣賞一下 在46樓有一個環繞一圈的Sky Gallery 裡面就掛著一些 和視覺相關的藝術展品 而其實在46樓 看著整個東京市區 其實已經是非常誇張地漂亮的了 為什麼是R4呢? 公廈公園 哪裡? 我們昨晚就經過這裡 這個 公廈是10樓口的位置嗎? 是呀是呀 就是那個位置嗎? 是呀 哇 好多隻螞蟻呀 在45樓這裡有一個類似是launch的東西 然後有雪糕吃 有酒喝 這個就是有Cortel那些 哦 這個有本來吃的 有熱狗 薯條 薯糕 吃這個還是吃這個? 這個留給你一筒 這個呀 這個 這個好像正點 這個是什麼? 我看別人吃的好像泡芙 泡芙 泡芙 為什麼不是泡芙? 我覺得這個好吃一點 我喜歡吃軟雪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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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完一圈sky gallery之後 我們就要準備上去47層的roof top 由於鹽金攜帶袋 三腳架 食物 BB車等等 這一堆東西 現場的staff就會引導我們將這些東西放在鎖卡裡面 費用就是100g 用完之後其實是可以退還的 原本我們是打算選擇153這個號碼 但是誰知道看到有人選了 所以我們最後還是選擇193 這裡真的很漂亮 我還沒在這裡滑下去 我好像那個糖狗一樣在那邊滑下去滑下去 哇 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終於聽到很多廣東話 目測這裡有沒有30人 天氣也好 哇 那麼大風 看著 哇 剛剛差點吹動了 終於來到 到Shifuya Sky的最高47層 哇 這裡實在太棒了 360度 無死角可以看到一個非常漂亮的整個東京的景觀 而且我們今天天氣很好 然後又有陽光 我們來47層 是有一個很大很大的營機瓶 但是很多人 大家都躺在這裡 我覺得是很輕鬆的 我覺得我可以在這裡躺整個下午 我現在很想睡覺 我現在很想睡覺 如果有飛機飛過 有飛機飛過 你在做什麼 就自己有 幫你擦電 你拿完尿袋 對 我拿尿袋 拖手 好 你拿尿袋 考手瓜行不行 啊 考手瓜 是這樣嗎 怎麼有考手瓜 考手瓜 怎麼有考手瓜 原來這裡是有網給遊客躺在這裡 對著太陽 其實這個位置這樣躺在這裡也挺舒服的 你小時候有沒有睡過吊床? 沒有 我睡過 舒服嗎? 不舒服 現在不舒服? 我睡一會兒會覺得很累啊 這個角落位是最漂亮的 這有四個角落位 但這個位好像要付錢 走近一點給大家看看 那裡站得最高有個攝影師在這裡 這個目測應該要排一個小時我估計 最吸引的當然是Sky Edge 在這裡我可以幫大家總結幾個提示 第一最好就選擇在下午3點到5點這個時間段拍照 因為排隊的時間會在半個小時左右 而過了這段時間就會超級無力多人 排隊的時間會超過一個小時 第二個就是可以用自己電話拍照 但僅限是Selfie 其他人或是你的朋友都不可以幫你拍照 第三樣東西就是現場都會提供攝影師幫忙拍照 費用就是1500日圓一張 我覺得如果時間許可的話 其實最好都是選擇攝影師拍照 因為自己Selfie的話 那個角度肯定是沒那麼好看的 除了在46層有一個Launch之外 在47層還有一個空中酒吧 我跟G-san有點口渴 所以就來這裡喝東西了 這裡的景觀很美 然後每個人有一個站的櫃檯位 然後可以買酒或酒店在這裡喝 看著外面的景觀是很美 給大家看看 直接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觀 因為每個人都有一個這樣站的位置 如果不想站的話 其實都有其他選擇 裡面會提供梳化位 但價錢就貴很多了 有兩個套位分別是4900星一個人 以及5900星一個人 貴的是一支香檳 而便宜的是喝普通的酒水 兩個套位都可以在梳化坐50分鐘 而我們站的這種任意消費就可以了 我們站的這個位置是非常漂亮的 因為可以清晰看到東京鐵塔和程空塔 而且旁邊還有一個角落位 黃昏之後拍照打卡是一流的 不過選擇漂亮位也要付出一些代價 會有很多人麻煩你幫忙拍照 不過對我來說我也是非常樂意的 只要不要嫌棄我的拍照技術就可以了 我跟G-san在這裡站了差不多有兩個小時 因為這裡的景色實在太漂亮了 我覺得完全會輸涉給Sky Edge 而且它的風景很好 又很輕鬆 我覺得大家如果來到Chibea Sky 這裡是一定要進來的 這裡就是 souvenir 我其實剛剛在這裡買了一支酒杯 這支是另外一支酒杯 這支也很漂亮 這支也蠻好划算的 剛剛...哦,是呀,是呀 這支是花火大會的 這種應該是喝一些Sake 這支是2000日圓 我剛剛貴的 剛剛來的那個 對,我剛剛貴一點 反而喝Sake的這個更貴 3000日圓 這個應該是8000公 8000公的餅 這支是曲奇 曲奇1000日圓 都很多東西吃 都很多東西吃 但是G-G-san不可以賣 他說要去到其他地方才賣 不可以在這裡賣 這個OK的 600日圓 100周年紅白蠻燈 這個...這個... 適合你吃 喂 喂 可以吃的,是吧 喂 可以吃的,是吧 我計時可以吃呢 那你威什麼 我喜歡搞死 8000公這麼有趣 我喜歡搞死 哦,不錯 這裡有些衣服 全部都是Print Tea 都是Print Tea 材料還好,綿 純綿,但是... 這些花幾次會被捏 給大家看看我剛剛買的Sake 喝梅酒的一杯 我剛剛買了這杯 2400日圓 我覺得這杯挺漂亮的 其實這是什麼模型呢 1-5 蛤 又一個圓圈 但是我覺得比較簡單一點 2400日圓 有個喝啤酒版 啤酒版2500日圓 價值100日圓 剛剛...花火大會那種 但我喜歡...我喜歡...我喜歡的口是... 就是...長...長口 我不喜歡...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就是...弧形 剛剛好像不覺得硬 對啊,這個也很好看 這個也... 但是這個3800日圓 差了4000日圓 貴了1000日圓 我給了兩隻顏色 但是這個...女生適合一點吧 這個女生適合一點 我忘記介紹 剛剛我們也買了一瓶... 買了一瓶富士山的酒 富士山的啤酒 1000日圓一瓶 因為藍色 這個是不是藍色的?是紫色的 對啊,對啊 藍色的啤酒 上面有些威士忌 是不是算便宜的? 其實在這裡買威士忌 這隻威士忌就比較便宜了 剛剛我在Roof喝了這瓶 Shibunama 我覺得蠻好喝 你有沒有喝? 有 我覺得蠻好喝這瓶Shibunama 我以為上面有這瓶喝的 誰知道沒有 好啦,差不多了,我們先拿回去 好啦,今天這條去Shiba Sky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這條影片 記得在評論區留言告訴我們 記得like share 以及subscribe我的頻道 以及follow我的IG 還有不要忘記的就是按旁邊的小鈴 有新影片就會告訴大家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bye bye 哇 嚇死了 我們要去外院前 我們要去外院前 坐下